它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它在一天内可以无限次的在京都自由的上下车 沿路停靠的人气景点站相当的多 这一台双程的露天巴士 各位有发生一个悲剧 等一下我就要搭乘我后面那台红色 京都当地非常厉害的观光巴士 Sky Hope Bu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 这个观光巴士它有分一日卷跟二日卷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它在一天内可以无限次的在京都自由的上下车 沿路停靠的人气景点站相当的多 这一台双程的露天巴士 不只在移动的时候可以带你游览进度 还能很方便的把你载到每一个著名的景点游玩 我刚还在想说今天的策略是怎么样 因为我想要带大家去走比较多一点的景点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一个地方可能也不会停的太久 等下就挑战看看吧 满多海外游客了 它上来会发一个尔基给你 你可以连接这里 这里会有一个语音导航 有各国的预言 里面的一些资讯 时刻表也有在这个地方 警告的站很多 总共14个地方 所以这个可以随身攜带 大家可以确认时间 哇出发了 好像在坐一个敞篷车的感觉 跟京都塔说再见 今天我们要搭乘的是京都的Sky Hope Bus观光巴士 这场旅程的第一班车会先从京都车站的屋碗口出发 然后环绕市区最终回到原点 每个站点的来车时刻大约是50分钟间隔就会有一班 不管是要去哪个景点 当站上下车的地点也都是相同的 可以自由穿梭在京都的各个景区 安排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 马上就要到下一个景点 西本院寺 这边没有任何的人下车铃 他在每一站都一定会停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旁边就是西本院寺了 等一下 譬如说玩完之后 走完之后呢 时间到了 一样回到这个原点 再继续搭 我下一班车是12点28分 然后现在已经是11点40集了 所以我在这里可以整个逗留个30到40分钟 哇 这个寺院很大 有没有来过呢 上去参拜了 但是要先妥协 西本院寺是净途真宗本院寺派的总本山 坐落于京都府的夏境区 是一个充满千年历史的古老寺庙 由清卵圣人所创立 这座寺庙拥有着许多国宝 其中包括壮丽的玉影堂 和阿弥陀堂的建筑 这些建筑物都承载着 丰富的宗教文化背景 承受到日本历史中重要的人物 如封城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庇护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 西本院寺与平成六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更彰显了他在日本文化遗产中的特殊地位 在寺院内还有一棵年龄超过400年的巨大银杏树 据传当年发生火灾时 这棵银杏树喷出水源 成功扑灭了火事 而这个神奇的传说也让这棵树被指定为 京都市的天然纪念物 继续传承着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今天坐这个观光巴士这个就做对了 天气超级好的 我才来第一个行程 我就已经互不期待 准备要进行下一个地方了 还有很多的殿堂 我刚去的这个是阿弥陀堂 跟御营堂 常来京都人玩呢 一定知道京都很多的景点 是电车比较难抵达 公车比较容易到达的 但是因为京都也是很多人来到日本 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城市 不管是坐公车还是到哪里 总是一定会跟游客人挤了 所以有这个巴士不错耶 他就等于是有点一个 专属司机 时间到了定点呢 你就去那个地方等他 我今天应该可以走蛮多行程 如果真的一天跑不完的话 可以买二日卷 二日卷的话大概所有的景点 应该都可以走完 下一班从西本苑市处发着11点28分 我再十几分钟就买了 我已经看到我的一些伙伴 都已经到了巴士站 我刚刚在想啊 我觉得我要改变策略 我要舍弃一些景点 不然想去的去不了 下一站是四条屋玩景市场 这个我先pass好了 那观光巴士到的这一站呢 就是二条层 很多的海外游客就在二条层这一站下车 门票是1200块日币 以城过来讲的话 算比较有点中高价位 我就进去一探究竟吧 原理工二条层位于京都市 是一座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城池遗址 这座城堡在1603年 由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刚所建 其华丽的装饰和壁画 彰显了当时的壮丽威风 然而二条层也是一个见证德川家兴衰 以及日本历史变迁的重要地点 1867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 在受到撒场同盟的威胁下 主动把政权交换给天皇 并在二治丸玉殿宣示了大政奉还 这一历史性时刻 标志着德川幕府的辉煌结束 二条层也因卓越的历史价值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另外在城内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景点 其中二治丸玉殿更被指定为国宝 这座建筑遵循日本传统的塑造院风格 并最以华丽的装饰呈现出它的独特之美 另外二治丸庭园还被定为国家特别名胜 城内的花园随着季节的变换 百日红和梅花交相辉映 无论是从二治丸玉殿、黑书院 还是行兴玉殿这三个不同的方向观赏 都能欣赏到设计展现出来各种迷人的风采 在我背后这个就是二治丸玉殿 我刚已经进去稍微走房一圈出来 大概会花个四五到二十分钟左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它里面就没有办法拍照和摄影 里面有非常多的房间 过去江户时代将军生活起居的一个样貌 其中一个房间里面就有重现当时大增风环的场景 所以现场看还是蛮有这种历史风气 OK逛完二条城了 我现在要去赶下一班巴士 我觉得整体逛起来一个小时有一点赶 刚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时间不妙 用冲的 各位我发生一个悲剧 刚那台春了应该是下午 是一点二十九分了 我看错了 所以我就眼睛真的看到那台观光巴士呢 就从我面前这样子开过去了 现在我必须要再等下一班 不过我想说没有关系 因为我还没吃中餐 就随便在旁边先吃一个 我现在到了金格寺下车 我现在到了金格寺下车 这站超多多人上车 陆院寺金格寺都可以啊 大家应该也很久没有来 这里就是买票 这票我记得是一个符咒 就是一张 我现在家里有一张如模一样的 大家都来看这个金碧辉煌建筑 超多游客 现在已经是完全一个很难拍照的情况了 金格寺是位于京都市的一座著名寺庙 正式名称为陆院寺 但依其特别的设立殿金格 因此又被通称为金格寺 这座建筑最初是连昌时代的宫庆 西元寺宫金的在地 后来由士廷幕府的第三代将军 竹力一满接手 陆院寺的设立殿是一座三层的壮丽建筑 屋顶上是有象征吉祥的凤凰图案 这座建筑独具特色 第一层采用晴天风格 第二层呈现五家风 第三层则以中国禅宗佛殿的样式为特点 展现出士廷时代的建筑特色 另外亭院河建筑以吉乐寺净土为主题 曾对当时的外交和文化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境内周围还有一个约两千坪的 特别名声指定区域 包括镜湖池和巨大利坚等的古老树木 为这座寺庙环境增添了丰富的自然氛围 不仅展现了它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也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 走完了快闪路源市 我觉得一直坐在那个观光巴士里面吹风 然后看京都沿路的景色好像也不错 像这个建格式也是要坐巴士博 这边是它的巴士站 超级多的站排队 而且京都的公车是不止游客 还有本地人也会打的 所以相对可能有几个站 沿路就会变得比较拥挤一点 沿路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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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沿路沿路 這邊一樣會停可能三十分鐘左右 等一下的車再坐下去 應該到清水寺那個地方 就差不多寺廟也是屋邊都關了 它也快到終點了 東山慈造寺又被稱為鷹個寺 最初是士廷幕府在第八代將軍竹立義政所建的山莊 稱為東山殿 然而在竹立義政去世後 這座山莊轉變成一座寺廟 就是我們今日造訪的鷹個寺 在寺院境內保存著許多士廷時代的建築物 其中以國寶文明的觀音殿和東求堂最為著名 此外鷹個寺內還有一個美麗的庭園 如浪波一般的銀沙灘是為了反射月光而建造 而像山一樣隆起的香月台 據說是工人坐在上面等待躍身東山的地方 走出鷹個寺後 門前頭還會連結到以櫻花和螢火蟲而文明的哲學之島 這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的地方 鷹個寺不僅呈現出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也提供了一個令人陶醉的自然和風景之旅 這裏還要稍微爬一小段山 一點點而已 如果這爬山不在行的人 來到這裡看到一個很長很長的坡 會有點崩潰 不過就正當你爬到覺得有點累的時候呢 又突然出現一片美景 讓你覺得我爬的真的是有價值了 鷹個寺短暫的停留 等一下又要坐觀光巴士前往下一個清水寺 其實一整天跑很多的景點 我覺得有好有壞 像可能沒有來過日本的人 他如果能在有限的時間內 去更多地方 解鎖更多地圖的話呢 其實CP值也算蠻高的 那有些人譬如說像我平常的話 一個景點是會待蠻久的 我是比較喜歡 譬如說一天可能就安排 兩個景點左右的人 每個人的旅行節奏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 Schedule真的是 跟平常的旅遊不太一樣 是在五條板這裡駕車的 現在道可能比較有點彎 我借清水室是到六點的樣子 我們可以一路從清水板這邊走上去 公車真的好 好多好多人 對面大家都一排一排在等 走下來的人比走上去還要多 大家都準備要回家 終於到了清水寺 哇這個人潮 怎麼每一次來這感覺 好像一次都比一次人還要多 這次剛好正逢日本中小學高中生 他們戶外教學的季節 今天好像走訪很多景點 我們都看到很多學校的團體 清水寺位於京都東山連峰的 英羽山中腹 在1994年被列為 聯合國教科問組織的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隸屬於古都京都的文化財 不只景色著名 清水寺還供奉著一尊 十一面前首觀音菩薩 觀音像有十一種表情 和四四二指手 呈現出大慈大悲之意 自古以來一致收到 祈求健康 事業成功 美好姻緣 等的人們熱切信仰 寺院內還擁有三十多個室杯 其中包括國寶和中藥文化財 更經歷了十多次的大火 多次重建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建築 是在1633年所重建的樣貌 自建立一來 已經有超過1200年的歷史 為京都最著名的觀光名勝景區 每次來清水寺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季節的變換 那來的那個反差比較大 下雪的清水寺 我到時還沒有活過 現在剛好夕陽時間 感覺時間也沒有說來得很差 好漂亮 金黃色的 進去的拜關了是400塊 但是現在距離要關門 還有剩下20分鐘 所以我今天就不進去了 現在準備回程 回去的人也好多 那等一下我就應該直接搭車到最後一站 也就是京都站 我們今天最一開始達成觀光巴士的地方 其實它可以再更早一點 譬如說八點的時候 好像就有第一班車 但是我今天搭是11點多 所以我能去的幾點時間 就變得比較有限 不過今天也去蠻多的 應該也有四五個左右 最重要就是它有一日券跟二日券 我覺得如果你是買二日券的話 你兩天基本上這些幾年 應該都可以玩得到 所以就不用這麼的趕 好 好